这是我们在岛上住的第五天了 帐篷睡袋全是湿的 还进了好多小动物虫子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睡袋基本上是湿的 就跟那个洗衣机里面刚拿出来的衣服那种 感觉还有味道 这你一般是这小子才来的 哎呦呦呦 帐篷撕开了 好多虫子 各种各样的 看样子今天还要下雨哦 在这个岛上住了第五天了 车子也坏了 然后出去买物质不方便 只能坐船出这个岛 然后走路去四公里买东西来回 然后煮饭的锅也坏了 给大家看看 我那个户外小气炉啊 用了三天就坏了 昨天给嘉一炖了一点 这个排骨 感觉这两天挺倒霉的 这些小细节啊 全都不好 所以说倒霉到极点 他也该走硬了 这是给嘉一昨天炖排骨的时候 把那个卡式炉搞坏了 排骨鸡胸肉啥的 那去你晚的吃 这是我的锅 慢的是啊 加一这小组倒是够吃了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在岛上吃上泡面了啊 这个岛上有民宿啊 也有餐馆 也有小卖店只是 但是他没有太商业化嘛 还是推荐大家上车 开车上岛 看这个天气今天还要下雨 晚上帐篷干不了 看明天能不能晴天 啊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了 这是我在这个岛上住的第五天 前两天有点落魄嘛 一个是 像这个地理位置啊没熟悉 第二个是车子坏是最重要的 买物资这些不方便 这两天我都播的比较晚啊 一般都是播的什么凌晨3点5点 这是不是就到这了啊